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510 印度近年迈向工业化与都市化转型 科技大臣班加罗尔在发展成印度矽谷之际 受到都市化急速发展 人口暴增 以及大量湖泊被填补开发等问题 而仅存的湖泊又因为废弃物排放被严重污染 有85%的水资源已经消失 多数居民只能依赖运水车维持水资源命脉 但专家警告 若不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恐怕到了2025年 班加罗尔将变成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印度南部科技大臣班加罗尔过去以湖泊众多出名 但随着全球气候变迁 导致当地连年干旱 再加上都市化急速发展 人口暴增 大量湖泊被填补开发 仅存的湖泊则因为废弃物排放严重污染 曾经以水资源充裕引以为傲的城市 陷入严重缺水危机 班加罗尔第一大湖 班兰杜湖 放眼望去都是白色有毒泡沫 散发刺鼻气味 附近居民难以忍受 班加罗尔发展成印度矽谷的同时 85%的水资源已经消失 都市化的速度远超过地下水管道的更新和扩展 导致当地缺乏有效的储水系统 多数居民只能依赖运水车 维持水资源命脉 专家警告 如果不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班加罗尔到2025年将变成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估计到2030年 高达40%的印度人将无法取得干净饮用水 面临恶劣的生存环境 中央社综合报道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最近闪电密访中国北京引发国际关注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到了28号 金正恩行程的最后一天才发布新闻证实 金正恩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25号到28号进行非正式访问 两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 同声强调致力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 金正恩此行保密到家 四天来北京官方封锁消息管制网路 各国驻北京媒体查证追人动起来 北京只要是他经过的那个所有的道路啊 都进行了这个非常严格的管制 有很多媒体就想尽办法到 他可能出现的地点去拍 据我了解这三天下来 没有一家媒体有拍到他的脸 也因为保密的关系 所以中国的那个新浪微博上面 有一段时间像朝鲜 还有金正恩这三个字 居然会搜不出任何的结果 因为这些名词就被他们屏蔽了 这是金正恩自2011年掌权以来首度出访 金正恩上任以来持续发展核武 多次试射导弹威吓全球 受到国际社会谴责和制裁 尽管邻国中国多次居中协调北韩问题 成效却不显著 另外先前北韩火速达成川金会决定 更让北京显得被无视 两国看似渐行渐远 不过现在金正恩访问北京 双方关系渴望归温 同时对中国来说 在美国近来通过台旅法 和寄出贸易战等阴影下 金正恩来访 更是北京重新找回国际影响力的机会 他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被围堵的状态 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金正恩主动跑来访问中国 那对中国来讲 这是一件比较喜出望外的事情 那他当然也要借由这个机会 打开这个目前被围堵的 这样的一个僵局 所以这样的一个转变 其实是一种两边互相利用的一个方式 中朝之间有着高层互访的传统 在辞访中习近平总书记 明确指出 愿意在新形势下 同金正恩委员长通过互访 互派特使 互制信函等多种形式保持经常联系 中方一贯坚持实现半导无核化目标 金正恩旋风式访问北京 也让外界好奇 北京是否成为川津会谈地点的口袋名单之一 不过美国白宫目前仅回应 中国已简报习近会的相关讯息 美国人和盟国南韩 日本保持密切联系 创造和北韩对话的适当氛围 装社综合报道 台湾演员柯宇伦主演的电影《强尼凯克》 由知名导演侯孝贤监制 去年曾出征上海电影节 女主角瑞玛西丹也因本片在去年拿下金马奖最佳新演员 口碑成绩亮眼 原本预定4月13号在中国上映 中国电影公司北京电影发行分公司26号发出通知 宣布电影因故暂缓上映 并未说明原因 但中国国台办证实 强尼凯克在中国的上映问题已经被搁置 有关主管部门已经掌握你所提到的这个情况 而且表示说不会允许持台独立场 和具有台独言行的台湾艺人 参与的影片在大陆上映 如果这些台湾艺人认识到台独的错误和危害 从思想上行动上发生转变 我们持欢迎太阳 目前该篇在大陆的上映问题已经被搁置了 中国媒体《环球时报》日前报道 台湾演员柯宇伦曾激烈炮轰 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提出的一国两区主张 并在太阳花学运到立法院内表达支持 报道同时指出柯宇伦的父亲导演柯一正 长期坚持台独立场 柯宇伦因此遭中国网民指称主张台独 面对中国作为文化部回应 这凸显两岸文化内容产业交流的核心问题 仍在于中国的审批制度 必须符合其政治意识形态 而且审批范围已从产品本身 延伸到业者与艺文工作者的表意自由 造成想和中国合作的台湾业者莫大的压力 应该以互惠为原则尊重彼此 才能提供艺文工作者良好的创作环境 中央社记者邱国强北京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自从美国电影制片 哈维温斯坦被揭露涉嫌多次对女性性骚扰和性丑闻后 深远性骚扰性暴力受害者的秘图活动 从美国影视界一路延烧 引发世界各地掀起一波波 终止性别暴力群众运动 而在法国刑法中 对侮辱女性和性暴力行为已有罚则 但政府打算提供更周全的保护 法国政府日前提出反性暴力法草案 将惩罚尾随 言语调侃或触摸身体等街头骚扰的行为 法国进一步立法保护在街头等公共场所被搭讪骚扰的女性 就是希望民众无论走在街上甚至挤在地铁里都能放心 法国政府预计在今年通过新的反性暴力法案 草案中提到一旦触犯尾随女性 调侃女性外貌等行为 可罚90欧元到750欧元不等 而累犯还可能罚得更重 除了恶止性暴力外 也订定可何以性行为的最低年龄为15岁 另外草案还有一项重点 是将性侵未成年的追溯时效 从现行20年延长到30年 时效从受害人成年后起算 也就是受害人在18岁成年后到48岁都可以报案 希望透过加强法规保障受害者 中央社综合报道 日本职棒独卖巨人队 球团及球员工会 分别捐赠100万日元 相当于新台币27万元 协助花莲地震后重建 并在巨人队主场东京巨蛋 举行捐赠仪式 我国驻日代表谢长廷 代表政府接受捐赠 现场超过上万名球迷一同观礼 我们一开始就是 接到那个卫福部的专用户头 但是3月好像5号6号开始 那我们国内指示 要直接会到花莲政府的救災专户 那我们也是以这样的指示 所以现在我们是会到花莲政府 秀人队政仪式结束后 巨人球团特别安排谢长廷 为当天热身赛开球 换上球衣和帽子的谢长廷 站上投手球 奋力投 给自己的开球表现 打上刚好及格的分数 很怕说这个球没有投出去 比肩膀出去 这个动态标准的话应该60分 动态就是说配合年龄 诸日代表处表示 谢长廷是第一位 应邀在巨人队球赛开球的代表 也感谢日本各界热心捐款 为花莲从地震中重建 持续加油 中央世界有黄明喜东京报导 4月1号是今年的复活节 全美部分公园和游乐景点 都在这期间举办复活节 找彩蛋游戏 而在美国白宫 今年同样也举办滚彩蛋活动 这项传统可以追溯到1878年 华盛顿人聚集在南草坪上 庆祝复活节后的星期一 孩子们可以尽情的在草地上跑跳 而总统川普也会亲自主持滚蛋活动 预计4月2号上午登场 届时也会有音乐表演 讲故事等活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宜林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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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